阿祖,我們之前介紹的餐車 都是午餐的居多 而且我們也介紹過宵夜場的 但是早餐的我們還沒介紹過吧 好像真的比較少在早上的時候看到餐車 要嘛下午,要嘛晚上 真的是滿特別的 真的 好啦,話不多說,我們趕快去吃早餐 吃早餐 這是一台每天只賣三個半小時 就算去到那還未必買得到的OE早餐車 各種甜鹹口味的三明治 都份量超大 而且他們的三明治是外層烤過的吐司 中間還夾了一層沒有烤過的 多了外酥內軟的口感 除了三明治 現點現做的歐姆蛋也非常受歡迎 還有些很少見的口味 這是第二台 然後我創業快六年 這台應該四年吧 我們除了自己營業以外 還有在做一些企業包車 對,那如果企業包車 然後就是選一台比較氣派的車 這樣我就覺得對客戶也比較有面子 所以才想要改裝歐姆 第一台就是非常傳統的小發財 就是帆布車那一種 然後下雨會比較容易漏水 一開始創業一定什麼都不懂 所以就很陽春 然後有一點經驗以後 就會去找設計師設計Logo 所以我花的成本比別人高一點 大概五十萬左右 就是設計包含改裝這樣子 通常參車都是買中古啦 然後因為歐姆改起來也很貴 所以我也是特別去找歐姆的改裝車 車行會有一些二手車 然後就是 其實買二手車也是看運氣看緣分啦 你想要那台車它可能不一定有這樣 就剛好遇到有一台在台北 然後我又剛好想換車 對,就因緣際會就直接換這樣子 我們主要就是還是便利性 我們如果看到人潮多的地方 去那邊停車擺攤 所以如果是那種美式餐車的話 其實你一停它站了一個比較大的位置 比較容易被檢舉啦 這個會好一些些 畢竟我們現在還是可以停停車格 因為我自己食量比較大 然後我覺得台灣的三明治 好像都是吃一點感覺而已 都會吃不飽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三明治是 吃得到料 然後吃得很飽這樣 所以可以一次底中餐 因為像很多人可能 早上買了以後 他中午並沒有休息時間 或者是來不及出去買 那我們早餐就可以讓他變成早午餐 午餐也解決 因為這是第二台車 所以我會以第一台車 坐起來不順手的方式 然後把它在第二台車上面改善 像是飲料桶的部分 我們會把飲料離我們的工作台最遠 因為其實早餐的客人 他們來的時間是一樣的 那既然都要等待 我們就會安排一點事情給他們做 那我們也不會覺得壓力特別大 像是飲料的話 我們都是請客人自己到 那我們也會給福利 就是讓客人自己到的話 他現場就可以先喝 那客人到完飲料 可以在這邊選完三明治 然後再到這邊結帳這樣子 我們有接活動 所以通常活動有時候會在室內 他們會希望不要有明火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有改善 就是之前烤箱 我們可能是用瓦斯爐 現在就改成烤箱 就看不到明火 然後煎台的部分就是也沒有明火 就這樣 這個是紅番雞歐姆蛋 它裡面是雞胸肉 然後是用茄汁去製成的 上面再撒上泰式的香料 看起來好像滿平凡的 但是聽你這樣講 好像它裡面又滿豐富的 對啊 這在餐車上是真的很少見 我也想吃吃看啊 它雞肉其實很大塊耶 它的歐姆蛋是那種半熟的 所以吃起來有一點滑滑嫩嫩的 它的紅番雞 我覺得是有醃過的那一種 裡面有包覆著所有的 番茄的一些營養 然後你上面它的歐姆蛋 就是吃到你剛剛講的 泰式的香料 但是味道我覺得又不會到太重 外面的一般歐姆蛋來說 它比較不會那麼的膩口 因為它有加一些香料 還有一些番茄的酸味 所以吃起來是比較 相對清爽滿多的 對啊 這樣子聞就聞得到 一點淡淡的花生香了 其實我光看表皮跟下沉 它上面的法式吐司 其實不會感覺很有 因為其實法式吐司 放在餐盒裡面 有時候它會讓人家感覺 有點濕濕的 或者是下面底層油油的 對 但是我光看表皮 其實我覺得沒有 它的法式吐司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就是其實它整體的口味 我覺得還是偏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培根的香味 是那種鹹香鹹香的 有一點點加分的感覺 它的花生我覺得 不會到非常的膩口 就是甜度也是剛剛好的那一種 那它的表皮的話 我覺得吃得到一點點的淡香 可是我覺得有一種在吃那種 牛肉花生漿漢堡的感覺 然後這樣講好像有一點那種飲食 對啊 你看吃到這裡都 很好吃嘛 首先一定是要有預備金啦 因為不是說創業就一開始就會生意很好 我們一開始一定是慢慢去摸索 然後像食材報廢的問題啊 還有罰單的問題 這些都是在預備金裡面 然後食材要有信心 自己要喜歡吃 這也是重點 我前半年都是賠錢 我後半年我每個月領 大概快兩萬 所以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每天晚上都還去打工 就是對 我至少做了半年的九醋 才有辦法收支平衡 因為我也不太懂得投資 所以我也不知道停損點 那我是選擇既然要做 我就是要把它做到好 我今天如果沒有成功 那我明天就要成功 我覺得就是要有一種 就是沒有後路的想法 你才會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如果你一直覺得 我今天如果再做不起來 那就算了 那今天這件事情就不會做得好 我是這樣想 對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設停損 就是我就覺得我明天會好 那明天如果沒有好 那後天一定會好 就是用這種心態做得 都要現在第六年了 這樣子